嗨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如果要我從我的鞋櫃裡面選出一雙No.1的話 真的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好像鞋漏了它自己的優點 但是如果要從裡面選出一雙我的雨天首選 答案就非常的簡單 肯定是它 POKA的Ultra Low 這雙鞋真的是超級超級讚 有份量的外型 耐磨的黃金Vibrant大底再搭配上防水的面料 不只是雨天 登山露雨穿它都超級適合 那這雙鞋我已經入手非常的久 到了今年有幸 逛到買曲店有這雙綠色的版本就果斷入手 那其實這兩雙我的著用頻率都還蠻高 就有人詢問我說他們要在哪裡可以購入 那我之前答案就是一樣 很困難 因為他們已經是兩 三四年前的款式了 現在除非是有人二手試出 或是運氣好有買曲店有新興的款式 不然要入手真的是相對難度蠻高的 但是呢 就在這個禮拜四 難度將解除了 因為HOKA他們復刻了這個系列 還推出了經典的沙色 所以如果是想要買的話 這一次你們有機會了 然後運氣非常的好 因為日本那邊有先發售 就尤其從朋友那邊拿到了 兩雙這一次新的聯名就來看一下 舊的款式跟新的款式差別差在哪裡 首先是鞋盒的地方 基本上鞋盒是長得完全一樣 然後打開來的話 一雙是最百搭的黑色 再來下一雙 就是最經典 然後之前吵架最高的沙色 台灣的話是10月6號禮拜四 會在Beams跟Invisible發售 那我們就看到鞋子的部分 這一次的差異最大的部分就是它的防水材質 以往的話他們是使用了Event的防水科技 在我的地方 那他們這一次新的版本呢 就是使用了Gortex的防水設計 那Event跟Gortex其實都是防水的面料 只是在性能上 Event它的透氣性會好一點 防水性稍微弱一些 那Gortex的話就是防水性非常的好 但透氣性就稍微爛一點 那其實以防水性來說 我覺得以我們日常在都市裡面行走 或者是下雨天或是露雨 不會讓太誇張的雨水來說 其實兩個我覺得都是夠用的 因為這一雙我自己穿 自連下來雨天的防護力都非常的好 不會讓雨水透進來 所以我覺得兩個的差異 雖然有差 但是在日常的使用都是足夠的 至於透氣性的話 因為這兩雙不是我的 所以我也無法實際的體驗 那如果是有入手的話 就歡迎可以提到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入手後Gortex是不是真的有比較悶 還是其實在日常的搭配上 是有什麼感覺的 那除了面料科技不足之外 他們這一次的面料 我覺得使用也不太一樣 因為以往的黑色或是像綠色 它在這個地方是比較偏向霧面皮革的齊感跟觸感 但這一次在觸感上我覺得摸起來 會再更霧帶一點毛感 趨近於牛巴格的面料 在視覺上我覺得會再更深層一些 黑色跟卡其色都是 再來就是鞋帶的部分 以前的款式 他們都是使用了比較基本的便的鞋帶 這一次他們在鞋帶上換成了是這種圓形的鞋帶 這個變動我自己覺得非常喜歡 因為以往的扁的鞋帶就會比較普通一些 他們這一次使用的是這種比較圓的鞋帶 這樣的造型再搭配上裝鞋子感 因為比較outdoor的特性來說 自己覺得更適合 然後黑色跟卡其色的鞋帶也是不一樣的 卡其色是圓形 但是是素面的鞋帶 可是黑色呢 一樣圓形 但是在細節上有了條紋的設計 所以這一次的鞋款 我覺得黑色的鞋帶比起沙色 再來更有誠意一些 下一個變動就是中間的鞋帶固定孔 黑色的部分跟以往的一樣 都是採用了全黑的設計 但是呢 在特殊色的部分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以往的特殊色 它在中間的地方會印上了 time to fly的字樣 在中間鞋帶的這個地方 但他們這一次呢 瞎色的就省序掉了這個設計 變成是比較簡約簡單的造型 然後在後跟的拉環也是一樣 以往的後跟拉環也會有寫上time to fly 新版就一樣 把這個設計拿掉變成是比較素面的造型 再來後跟的部分 後跟這一次在這個地方 有寫上了HOKA的LOGO 啊 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認識HOKA 都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HOKA O N E O N E 並不是念HOKA 萬萬 而是念HOKA ONE ONE 那個是毛利物 所以如果是新認識的牌子的話 要稍微知道一下這個小知識 好 然後回來後跟的部分 它後面這個地方就有印上了 品牌的LOGO HOKA O N E 在這個地方 然後是做了立體的造型 比較有層次感 以往的話 就是後面 維持了素面的設計 那這個改動也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可以讓主張的鞋子 在細節上可以更豐富一點 最後一個細節比較不起眼 就是在後跟的這個地方 這一塊應該是算固定腳跟的部分 這一塊呢 以往它是使用了比較密的顆粒來打造 但這一次呢 它們就是使用了比較粗的顆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兩個的比較 大概是這樣 這樣 很細微 雖然不是很大的改動 但這樣對比較 我自己覺得在細節上會更好看一點 上次的差異之外 剩下這跟以前的版本差不多 整雙鞋就是維持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多種材質 但單一色調 所以即便它看起來好像很素 但層次感真的很豐富 造型感很強 這兩雙鞋如果是以前有錯過的話 這一次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薦 可以入手 搭配性或是十大型 真的都非常的優秀 那尺寸的話 其實這雙鞋的版型 我有問它的主人 他們是說跟以前的版型是一樣的 那比往的版型呢 我都是拿大半號 穿起來稍微鬆了一點 所以我可能要配比較厚的襪子 才比較包覆一些 那如果想要買的話 如果你是厚襪居多 你可以買大半號 但如果你是一般的薄襪的話 我覺得原尺寸應該就很OK了 至於值不值得買 剛說了這麼多 肯定是值得 但前提是建立在這雙鞋子 你沒有買過 如果你像我一樣 以前的版型已經收過 那我覺得這一次可以再考慮一下 因為除了細節的變動 剩下的差異並沒有到非常的大 以前的如果還能穿 我覺得穿以前的也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之前的Ultra Low 你是沒有機會入手 然後也找不到的話 這一次的鞋款 一定要把握 有百搭 時穿的黑色 也有經典 最具登山感的沙色 然後台灣那次發的量 我自己沒有概念 但聽說日本發的蠻少 所以台灣可能也不會要太多 就祝福各位想買的話 都可以束力入手囉 好 那就讓我們喜歡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然後小鈴鐺 歡迎來看我新影片 那這樣我們TOMTOMEN 下次見